水利署第九河川局20号举办了 向海致敬拥抱海洋三部曲系列的近海活动 在上午的讲座是邀请了专业老师 来分享ICC环境教育的概念 下午则是带领大家前往七星潭来近潭 希望透过政府和民间企业以及社团协力 共同来守护花莲美丽的滨海景致 水利署第九河川局6月20号举办 向海致敬拥抱海洋三部曲系列之近海活动 邀请花莲在地的企业社团来参加 一起认识海洋环境教育概念 经济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 从109年开始来推动行政院的向海致敬政策 持续了两年之后 我们今年特别召开三场 主要针对企业教育单位以及机关 来办理整个联合的一个静谈的一个活动 那今天的主轴主要是以号召我们希望 号召花莲在地的企业 大家来共同做进海 那在今天的活动里面 我们总共邀请了有14个企业单位 以及我们的水环境巡守队 跟返汛护水志工共同来参与 那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希望 所有的企业他们能够尽一份自己的心力 然后来参与加入我们整个向海致敬的活动 那透过企业的一个心力参与 然后我们希望把这个活动再继续往外做拓展 20号活动先透过教育讲座 由国立海洋大学讲师张国珍 以青海近海从数据看见垃圾全貌 谈ICC全貌 让参与的民间企业社团 重新了解海洋环境教育的观念 接下来则带领大家前往七星潭近滩 实际操作ICC近滩分类模式 也透过实际行动了解海洋废弃物的种类并追溯来源 希望大家可以体悟到不当的生活习惯 会对海洋造成多大的危害 进而让企业社团从自身做起 带动更多人一起来关心海洋生态环境 九合局长谢明昌表示 近滩效果有限 解决问题的根本还是必须减少海洋废弃物 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减少使用一次性的餐具 来落实源头减量 一起为环境保育来尽一份心力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